《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 特首率領商界不同界別的代表團 去了中東尋找商機說好香港故事 對於香港發展的情況如何 中東當地對香港的了解如何 請這位朋友跟我們談談 也可以談談逆口復常後商界方面的部署 請經文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和我們談談 早安 林健鋒 早安 其實中東對香港的了解如何 特別是商界方面跟隨著特首說好香港故事 接下來的商機是怎樣 我覺得這次特首帶隊去中東 得到當地政府高規格的接待 因為我商界和政府都認為是非常成功的 這次是有很多實質的成果的 除了簽了十三份的意向書等等 其實民間的活動都很多的 有些商界或者香港市民都會在那邊做生意 或者因為現在的商機 認為有更多的商機 這次主要來說是給兩方面多些認識 因為我們接觸到很多中東的朋友 他們對於香港的認識不是太深 我們一國兩制、低稅制、大灣區 他們都問很多問題 我自己也有直接接觸中東的一些朋友 他們也有寫字流向那邊 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中東的朋友 特別是沙里、阿拉伯等等 三月來香港 他們最有興趣的是什麼呢 一個兩制 我們香港其實可以進入內地利用這個SIPA 還有最近我們都經常說的就是家族辦公室這件事 反過來我們也看到很多商機 香港人可以在那邊投資或發展 他們很希望 例如沙特、阿拉伯 他們很希望將國家變成一個全面發展的工業 高新科技 在發展之中 他們也很注重環保的因素 例如我們香港人 以前叫朱三國 現在叫大灣區 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將一些農地 變成我們中國的一個工業大國 那邊也很想工業這方面發展 所以科技、這些是講技術、管理 你未有廠前又要規劃一些建築等等 那方面我覺得都是有很大的商機 在金融方面 講了很多年 其實在上任政府已經說過沙特、阿美 當時直接上市會不會來香港 談不成了 今次接觸當地金融界或沙特、阿美的高層 有沒有什麼眉目 香港真的可以做第二上市 我覺得阿美現在只是在他們自己的本土上市 沒有在其他地方上市 香港作為一個這麼自由、這麼開放的金融中心 我覺得他們是有興趣的 當然有很多事情要談的 比如那個Ratio等等 是不是各種事情要跟著這麼死板呢 我覺得也有得談的 上次我和特首去泰國的時候 有些商界提出一些問題 他們說各種事情要談 大家坐下來最重要是大家談到滿意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政府是很開明的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 把我們的法例來改 遷就他 阿美來香港我也覺得是有信心的 當然不只是他一家 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都對於來香港進入大灣的發展 很有信心的 那金融那方面 最近幾年我們經常都已經說幾件事 就是這個綠色債券 這個可以帶來我們香港很大的 就是利益的 另外 以前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我們現在香港 沒有了這個遺產稅 紅酒稅又減到零 那這些低稅率 不凡只是低稅率 而是一個很穩定的低稅率 對他們來說是很有興趣的 還有一個兩制他們明白多些 原來我們香港是用普通法的 那如果有什麼糾紛 香港又可以作為一個 仲財中心 這些給他們很大的信心 那還有一個資產管理中心 他們認為香港都是有實力的 那這些都是需要 我們香港政府高層和商界 多些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那還有一件事 雖然我們說不要經常給新加坡 其他地方 新加坡去中東是給我們做的 他們現在每一兩個月就有一個官員 高級官員就去那邊了 那香港 這些不是說要跟他 這些積極態度 我們都要仿效一下 那也應該多些邀請那邊的官員 商界領袖商會過來這邊 那我作為香港總商會代表 我們都會在這方面最有分力 剛才聽你說自己都會和拍檔組織 當地的商界朋友 三月來到香港這邊考察 其實考察的行程會是怎樣 你看看對方的商界代表 其實對香港以至大灣區方面的了解程度是怎樣 香港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把實情告訴他們 其中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就是這個家族辦公室 那如果現在我們那個法例仍然在草耳 很快落實的了 那只要在香港成立了這個家庭辦公室 那你的投資在稅務上是有很大的優惠的 那而且你們來到香港可以接觸到 韓國界各業的人士 那你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個管理中心 資源管理中心 和這個企業管理中心 那然後將他們想投資的業務 就在香港進入去大灣區 這一點他們非常有興趣的 因為以前他們有些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不是中國 香港不是中國一部份 他又不是很明白一國兩制等等那些東西 那原來有分別的 香港又可以有這個SIPA的優惠 那他們覺得呢 如果譬如在香港 就算是設廠 他們都覺得是有利和有興趣的 因為香港有很多品牌 那個品牌例如我們那個品質 食物那個控制 很多人都覺得香港是好過其他地方的 那如果香港做 然後再將成品進入去內地呢 內地的同胞都覺得很有信心的 但是這些呢 政府又要 想一些想法出來呢 如何去幫助他們呢 我們香港不是沒有地的 我們用了地 用來建屋住屋的 都是只有10%不到 7%不到就是住家樓 我們有很多地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用呢 譬如現在北部都匯區 譬如我們現在有300多平方公里 是不是可以規劃一些地出來 可以給投資的工業 用來建不同的工廠呢 譬如高新科技 又可以除了河套 還有它周邊 建多一些支持的工業 來做配套 還有其實 在這方面發展 也都要整體的配套的 我們最近都有人說 我自己都有說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我們又有故宮博物館 N Plus等等 做得這麼辛苦一天 放工或者假期 都希望有些地方去 譬如參觀遊覽 甚至去打球 跑馬 所以各方面的配合 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也要加快去做的 其實這個 除了地之外 你要載工業 無論多機械化也好 都要人力 林健鋒怎麼看呢 香港人力不足 無論比較新加坡 甚至近些澳門 它也有很多外勞 新加坡有100萬的外勞 它的經濟增長當然快 它可以加速基建 我們是否在政策上要檢討 人力引入 一定要 我們不是說 只是勞工我們權 其實我們層層 在這個發展之中 都需要很多人才 管理人才 譬如勞工那方面 你看到最近很多人 都說我不夠人用 現在香港說服償 但我又請不到人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譬如我們勞工的安全 最近出現幾宗意外 你看到 有些人口老化的問題 令到 第一工人短權 以及工作的時間長 那秘魯會不會影響到這些 那麼新加坡 當然我們不想每樣東西都給它 它入口了100萬 你看一下它 譬如炸巴士 有一些特種工序 他們年輕化了 三四十歲的人去做的 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超過六十的 那所以 由那個高管 到專業 到勞工 我們都需要 即時去調整一下 那最近 我們那個優才計劃 都過萬人申請 現在都批准了的 都很高比率 那當然 有些人說 好像華裔的人多 沒有所謂的 我們中國人都很厲害 最重要是人才 是的 那外國呢 就佔大約三分一度 國內有三分二度 但這些都是人才來的 你看到來香港 就可以幫助到 香港各行各界各業 來做事 最後你自己怎樣看呢 疫後復常 現在逐步逐步 已經是 跟對外對內都開發了 你自己怎樣看 疫後復常營商的環境呢 這幾個月都是辛苦的 復常 不是一句說話 就可以 令到我們的經濟 去到 比如 黑暴 和COVID前 一個人大病之後 都需要一些條理 才會康復的 我現在知道 在國內申請來香港的同胞 超過一百萬 你都批不及下來 來到香港 我們的店鋪 都要有足夠的貨源 賣給他 是吧 以前 因為香港的生意環境 關門的 或者暫停營業的 那他現在要開 又要重新裝修 請人入貨 那些都要幾個月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都希望政府 有些資助給他們 那到 我想第二季尾第三季 那些 來的旅客 會多些的 這陣子的商務旅客 已經來得很多的了 那 去到年尾 我看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去到 所謂疫情之前 那個經濟情況 嗯 那這方面 大家都努力 然後復償 都沒那麼快感過制 就行 還有總商會 繼續幫忙 Hello Hong Kong 宣傳多些香港的優勢 發展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海外的商界朋友 今天多謝林晴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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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